大家好,这一周我准备了五个主菜和六个副菜,其中包括两个需要冷冻起来吃的时候在料理的主菜。 首先来烧开一壶水,现在准备三个副菜,分别是菠菜炒培根,海带丝炒毛豆豆芽,以及海苔碎菊土豆。 首先将三到四个土豆切成小块放到开水当中去,煮土豆的时候来切海带,将新鲜的海带切成海带丝。 如果能够买到已经切好的新鲜海带丝就更好,就省去了自己切海带丝的麻烦。 海带丝切好以后来做菠菜炒培根的准备,首先将300克菠菜去掉根。 然后将菠菜从中间切断,现在取三片培根,将它们切成小块。 接下来炒海带丝,将海带丝放入平底锅。 用小火慢慢的把海带炒热。 在另外一边锅子里面我再融化一块黄油。 海带丝这边加入毛豆和黄豆芽。 融化了黄油的锅子里,把刚才切的菠菜放进去。 锅子的热度会让菠菜慢慢的缩水变小。 海带这边快炒好的时候加入两大勺生抽,两大勺味苓和一大勺芝麻油。 菠菜这边体积变到刚才一半的时候,慢慢的将菠菜拨到一边,在空余的地方放入培根,慢慢把培根的油炒出来。 培根在出油的时候可以把土豆取出来了。 用一个漏勺把土豆的水沥干,直接倒入一边的平底锅。 让土豆在平底锅里慢慢的煎黄。 现在来处理菠菜这一边。 菠菜跟培根都缩小之后加入冷冻的玉米。 然后加入盐和黑胡椒,这道菜就完成了。 现在土豆的表面有一些焦黄色了,可以加入盐和调过味的海苔碎。 这个海苔碎是跟橄榄油,盐和芝麻一起调过味的,可以计时。 这个海苔碎加到锅里来之后会慢慢变软。 现在来同时处理三个菜,分别是煎芝麻叶卷莲藕丸子,油豆腐炒苦瓜和生姜烧南瓜。 首先将三到四块去皮的鸡它腿肉切成小块,放到一个搅拌机里面。 加入三大勺料酒,一大勺盐和两大勺淀粉。 将它们混合搅成末。 将搅拌好的鸡肉取出来,放到一个大碗中。 现在来切藕丁,取100克藕,将藕切成小丁。 藕丁不要切得太小,但是也尽量不要切得太大,不然的话在煎的时候很容易散开。 现在把藕丁与刚才的鸡肉放到一起。 现在来准备苦瓜炒油豆腐。 首先将一根苦瓜从中间切开。 用一个勺子把苦瓜中间的砸给挖掉。 将苦瓜切成薄片。 将10个左右的油豆腐切成细丝。 这个油豆腐要保留一部分用来做后面的一个菜。 苦瓜油豆腐只是用到油豆腐当中的一小部分。 500克日本南瓜切片。 现在将藕和鸡肉末混合。 取一小坨鸡肉末搓成一个小丸子。 在上面放上一点点冬阴公酱。 然后再取半片芝麻叶。 用芝麻叶裹住鸡肉丸子。 芝麻叶一定要覆盖住刚才放冬阴公酱的地方。 这样慢慢的把丸子全部都做好。 然后排在平底锅里面。 芝麻叶如果裹不住的时候, 可以将芝麻叶的两端插到肉丸子里面。 丸子在平底锅里排列好之后, 放一点橄榄油就可以直接煎了。 注意一定要先煎有芝麻叶的那一面。 稍微煎得有一点点熟的时候, 将丸子翻面。 翻面之后将火改成小火, 直到把鸡肉煎熟。 现在鸡肉在慢慢煎熟的同时来处理南瓜。 首先将刚才切片的南瓜放到一个平底锅里面。 加入一小勺生姜末, 加入两大勺生抽。 慢慢地让酱汁裹到南瓜上。 加一点水,转成小火。 然后就不需要管南瓜了, 就让南瓜在锅子里面慢慢地煮熟。 现在可以同时来处理苦瓜炒油豆腐。 先将苦瓜放到一个炒锅当中, 让苦瓜与橄榄油充分地混合。 然后把油豆腐放进去。 苦瓜和油豆腐炒得差不多的时候, 加入两大勺生抽和两大勺味淋。 再翻炒一下。 这道菜就做好了。 现在再来处理三道菜。 分别是橘子酱, 烧猪肉, 番茄肉酱, 以及笋子, 香菇, 炒胡萝卜。 先将3-4块猪里脊肉切成薄片。 因为是自己切, 所以不可能切得太薄, 但是也没有关系。 尽量把猪肉切薄就好了。 注意不要切到手哦。 现在将1-3个胡萝卜擦成胡萝卜泥。 胡萝卜泥要用到两个菜当中, 一个是番茄肉酱, 一个是笋子香菇炒胡萝卜。 现在将50克洋葱切成丁。 这个是用来做番茄肉酱的洋葱。 最后来处理笋子香菇炒胡萝卜的材料。 将4-5个大的香菇切成片。 再取一小段笋子, 将笋子先切成薄片。 再将笋子切得更细更小。 现在首先来做番茄肉酱。 将胡萝卜末和洋葱末炒香。 炒香以后就可以转小火。 同时在另外一边来煮一个酱汁。 5大勺生抽, 3大勺糖和5大勺水。 酱汁在煮的时候将胡萝卜末和洋葱末推到一边。 加入橄榄油, 再加入300克猪肉末。 用这种压土豆泥的工具, 将猪肉末慢慢的压碎。 在煮好的酱汁里面加入香菇, 笋子, 胡萝卜和油豆腐。 将它们与酱汁出混混合以后, 转小火慢慢的煮。 这道菜非常适合与米饭混合做成烩饭, 然后放到便当里面。 现在猪肉末这边快熟的时候, 加入一些大蒜末, 一小勺盐, 一小勺生抽, 一大勺糖和适量的咖喱粉。 这个番茄肉酱的使用范围非常的广泛, 可以用来做意大利面, 可以用来做盖椒饭, 也可以放到寿司卷里面做成手卷。 当材料充分混合以后, 加入一大勺中筋面粉, 这样可以让这个肉酱变得比较粘稠。 再加入300克番茄碎, 怕麻烦的话可以直接用番茄罐头。 然后就这样慢慢的将所有的材料炒在一起。 这道菜就做好了。 现在笋子, 香菇, 炒胡萝卜, 还是在慢慢煮的时候来做橘子酱烧猪肉。 将刚才切成片的猪里脊肉在平底锅里面排开。 当一面煎得差不多的时候, 加入盐和料酒。 将猪肉推到一边, 在空余的地方加入两大勺橘子酱和一大勺生抽。 将这两种酱汁混合均匀之后就可以与猪肉片混合在一起了。 直到酱汁煮得慢慢变得很浓稠, 然后猪肉也变得黄褐色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。 现在来处理最后两个, 现在只是预处理要冷冻起来, 吃之前在料理的菜。 一个是日式炸鸡, 一个是开放式尖角。 首先将四个带皮的鸡大腿肉去骨。 将鸡肉切成适口的大小。 鸡肉切好之后, 放到一个可以密封的食品袋当中。 在食品袋当中加入三大勺生抽, 三大勺料酒, 三大勺盐, 黑胡椒, 生姜末, 大蒜末, 以及芝麻油。 生姜末和大蒜末可以稍微放多一点。 所有材料混合之后就可以将食品袋密封, 然后将鸡肉与刚才放进去的调料充分的混合。 这样将鸡肉冷冻起来, 吃之前解冻。 直接裹上淀粉, 放到油锅里面炸两次就可以了。 现在来准备开放式尖角的材料。 首先将四个香菇切丁。 取500克猪肉末, 加入两大勺盐, 一大勺芝麻油, 两大勺生抽, 两大勺蚝油, 一大勺胡椒粉和两大勺淀粉。 将肉末与刚才切好的香菇丁以及各种材料充分的混合, 搅打上镜。 现在就来包饺子了, 取一块买的现成的饺子皮, 再取一坨肉放到饺子皮上。 因为是开放式煎饺子, 所以只需要将饺子皮的两端用水沾上粘住就可以了。 不需要像普通的煎饺那样完全的将两边都合上, 但是如果你很会包饺子的话, 也可以就直接包成饺子的形状。 建议在储存容器当中撒上一层面粉防止饺子粘粘。 最好不要重叠的储存, 不要把一个饺子压在另外一个饺子上。 如果实在要那样做的话, 请在饺子之间铺上一层保鲜膜。 要吃之前将饺子拿出来自然的解冻, 然后用平底锅煎一煎就可以了。 以上就是今天做的所有的菜, 谢谢你的观看。 我们下周再见吧,拜拜。